大家好 这个月更新了两期 关于马保国跑夜店的视频 就有个杠筋跳出来抬杠说 马保国这种小丑 推荐给老百姓 是让老百姓接受这种快乐教育吗 恍惚之间 我以为他是人民日报的编辑了 那个马老师跑的是夜场 是去当邪心 办小丑的 有谁去夜场看小丑 是接受教育的 不都是去放松 甚至放纵一下的吗 再看看和马老师同行的 各位半无老师 你是要去接受什么教育 生理卫生 人体构造 服装设计 还是解高速习题 如果这个留言 只是一个普通的杠筋 我也就不录这个视频了 毕竟谈个杠啥的 在现在的网络时代很常见 但是这位不仅仅是杠筋 还是一位支持张维维的战狗 他用国内网络 最常见的语气问我 张维维曾经是单小平的翻译 你怎么不提这个事 好久没打战狗了 主要是我的频道 最近战狗很少 因为我都是拿 可以在国内公开发行的官方资料来验证 战狗们不能从事件本身下嘴 只能是在评论区音音狂吠 还没人搭理他们 我曾经说过 战狗们不是来跟你辩论事情的真假对错的 他就是想用和事情本身无关的言论 来搞你的心态 只要你生气了 骂他一句傻逼 他就高兴了 大家要破防了 破防了 仿佛自己已经获得了胜利一样 也不知道他高兴的是别人生气了 还是自己被骂傻逼 在我的评论区没有人搭理 资料又无法反驳 战狗自然也就来得少了 这次好不容易在频道抓到一条战狗 所以出一期视频打一打吧 自己娱乐一下 这位支持张维为的战狗 和国内网络活跃的那些没啥区别 我说张维为是个薅羊毛的投机分子 他从正面反驳不了啊 因为根据公开的资料 张维为确实是在八十年代末 就去欧洲定居 等到2012年中国发展起来了 才来到中国开始喊口号挣钱的 面对公开资料 这条战狗其手就是统一的招式 当对别人提出了事实 无法辩驳的时候 就会阴阳怪气的说 什么事你是一字不提啊 什么事你是说都不说一下之类的 似乎只要一提了这个事 别人的理论就崩塌了一样 其实张维为有没有做过邓小平的翻译 都不影响我对他 吓得薅羊毛的投机分子的结论 当翻译这个事 只能是对他是投机分子更好的注脚 首先啊给邓小平当翻译 甚至有些宣传说的贴身翻译这个说法 是有奇异的 让人感觉他就是跟在邓小平身边 专职做翻译的 其实不是啊 他是大学毕业以后 分配到外交部翻译师工作 这个翻译师有很多从事翻译工作的人员 邓小平有外事活动的时候 就由外交部安排人员去进行翻译 张维为只是被安排了众多人员其中之一 有时候也会安排其他人员 比如有时候邓小平配的翻译 就是高志凯 当然啊能被分配给国家领导人当翻译的 水平都是很不错的 同时待遇也会很不错 但是啊 1989年11月13日 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 正式会见了最后一批外兵以后 就算是退休了 从此以后他几乎就没有了外事活动 意思就是说他今后不需要翻译了 而他退休的这个事 不可能是临时起义 肯定早个半年一年左右 就已经有了这个计划 翻译师在这个时候 就会对经常分配给他的一些翻译 进行工作上的一些调整 因为伴随着邓小平的退休啊 最直接的就是这些工作人员的工作量少了 因为新上来的领导人 也有自己用的比较顺手的翻译嘛 所以在1988年的时候 很多原本经常配给邓小平的翻译 被安排了一些其他的工作 比如去联合国当翻译 张维为也是这个时候到联合国 去做同声传译的 前面说的高志凯 也是在1988年去了联合国 但是高志凯 后面没有回到中国 靠喊口号证解 这里就不说他了 张维为到了联合国以后 工作不到一年 就去了日内瓦大学 国际问题高级研究院 读研究生和博士 随后就定居了欧洲 所以从1988年到2012年 张维为了简历非常的简单 就是在欧洲定居享受生活 其间并没有来中国 我在西方长期生活过 所以这个西方很多这个忽悠啊 我是不会上当的 我在那儿用过律师 用过会计师 交过税 这个打过官司 买过地 建过房子等等 而这段时间 正是中国在进行社会调整 融入国际 累计发展的时期 生活水平是远不如欧洲啊 伴随着发展 是众多底层老百姓 付出了社会转型期的代价 产业调整 导致了几千万工人下岗 直接影响了几千万家庭 几亿人口 还有农村的各种政策 比如三堤五桶等等 这导致农民压力很大 所以很多地方的农民 反抗不断 最有名的就是江西封城了 如果不是中国老百姓能忍 并且有自信 能过得越来越好 中国是不会发展这么迅速的 所以张维为 他自己就相当的不自信 他如果自信中国人发展起来 就不会定居欧洲24年了 陈永仁卧底 也没有卧这么久的 三年之后又三年 三年之后又三年 十年都来跟头了老板 2012年 这是一个众多流鬼蛇神 开始出现的年份 经过20多年的发展 中国的GDP总量 已经超过了日本 成为了世界第二 同时因为融入国际贸易 也累积了大量的资金 这个时候张维为决定到中国发展了 其实这个时候啊 一些早期定居国外的中国人 回来的不少 因为中国那段时间 确实发展的不错 回来好挣钱嘛 但是张维为和那些 回来创业就业的人不同 这些人回来 是能创造社会财富价值的 而张维为选择了喊口号 拍马屁挣钱 不创造任何实际的价值 就是耗羊毛 所以我对别人用的词 是回到中国 他是来到中国 简单点说啊 很多回来就业创业的海归 是能给民工提供工作岗位挣钱的 而张维为回来 是给民工说 你们吃的已经比欧美中产阶级好了 吃的啊 比美国人吃的好吗 他说这个盒饭 确实比美国中产阶级吃的好 他这个都不叫画饼呢 画饼是给民工说 好好干 以后会越来越好 他这个纯粹就是忽悠人啊 你已经够好了 不要再有更多的追求了 你要学会感恩啊 他是在阻止广大人民群众 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啊 我说 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实际上以张维为 金灿荣为首的一大帮所谓专家 教授等等 都是网络媒体公司的签约艺人 他们的主要工作 就是迎合各种情绪 表演喊口号 走穴挣钱 他们走穴的对象是官家 好得也是官家的羊毛 大多以官家举办 国企承办的形式来举办表演会 很多人可能会说 这种表演会不影响什么吧 其实影响还是不小的 这些表演爱国的 出场费都挺高 大包价都要在一千万左右 你的资金都倾向到 这些表演者身上了 真正的技术交流 以及用于实际项目上的资金 就会少很多 而且这种表演会啊 不创造任何价值 马老师去走穴 虽然拿了出场费 但是也增加了人气 夜场的人流多了 销售额就会上涨 夜场是挣钱的 这就是马老师走穴 创造了价值 而这些喊口号的大V们 去官家走穴 就是收钱 念完稿子就跑 应该还要吃顿饭 除了消耗官家的经费以外 不创造任何价值 只创造了一地鸡毛 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战狗 在网络上出征 其实马老师和张维为 他们这些网络封的国师 没什么区别 都是以表演挣钱的 但是马老师啊 大家都知道他是小丑 他就是个邪心 看他图个乐 危害不大 哪个国家都有半丑 逗大家开心的小丑的 但是你把小丑当专家 把他的表演内容当真事 那危害就大了 要是有运输行业的 信了张维为的话 我是中国人 我就自信 中国人身体好 吃了混装油也没事 我自信的装 你们自信的吃 你再不自信 我就说啊 国外也有混装的事 你为什么不说 你们比外国人差吗 这就是表演爱国大V们 带给战狗的逻辑 你到国内网络上 可以看到大量这样的言论 他们不关心身边的普通老百姓 甚至连自己都不关心 满脑子的宏大叙事 阶级斗争 你跟他们说啊 你就是那个代价 他们也不会在意的 他们甚至以成为代价而光荣 你说这上哪儿说理去 所以大家看我 偶尔打打狗就好了 平时看到就围观一下 也算是观赏物种的多样性展示了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更新了 感谢各位会员朋友的支持 和订有的订阅 有你们订阅真好 愿你们每天都过得愉快